赫瀚 对不起 麻烦你了 我给我妈妈打过电话了 她已经没事了 你回去吧 来都来了就一起上去吧 或许我也能帮你想想办法 你不用 你不用管真的 已经没事了 还有 以后我妈妈要是跟你打电话 你不要急 还有以后我们家里 任何人跟你打电话 你都不要急 他们不懂事 我向他们跟你道歉 对不起 喂 罗斯勋 你到底怎么了 你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一直在哭 我想 她如果万一有别的办法 她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赫瀚 你每天工作那么忙 我已经麻烦你很多事情了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还有我们家的事情 再大再麻烦 她也大不过你生意厂商的事情 真的 你回去吧 我自己是可以处理的 罗子勋 你怎么突然跟我这么见外了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对你的帮助 我想谭宁知道了 她也会让我来帮你的 而且你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已经在路上了 那么我想我来了 好歹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你做不了的 你什么都做不了的 你见过我们家里人 吵得不可开交的样子 很丢脸的 赫瀚 我们家今天的问题 是那些成年腐坏的问题 堆积起来的 是你帮不到点子上的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都帮不上这个忙 还有我告诉你 一旦让我们家里人知道 让我妈 让我妹妹 还有我妹夫知道 你可以这样无私地 不愁回报地帮她们 她们会一而再再而三而来 缠住你 你到时候甩都甩不掉 她们会不止天高地厚地 来麻烦你的 那又怎么样呢 你觉得我应付不了吗 难道你就这么小看我吗 我求你了 赫瀚你回去吧 真的我求你了 你快点走吧 真的你不要再在这儿待着 你现在一个人办公室里 待着我 或者是守在堂金的床前 他刚刚坐完说 他需要你 还有你们就要结婚了 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你不应该现在在这儿 浪费你的时间 真的 我 我这儿虽然一定 糟糕得一塌糊涂 但是我习惯了 我知道怎么应付 我不可能再把那一切变好 但是最坏也就这样了 不可能再坏了 再坏的情况 我来了就会腻住 你跟我一起上去 我 我不是上去 真的 我一起 咋了 走吧 我求你了 赫瀚 你相信我 有我在 你就不会有任何麻烦了 所有的麻烦都会过去的 你放心我会回去上班 我会回去照顾唐建 但是现在 请你让我帮一点小毛 我希望可以看到 和你一切有关的事情 都越来越好 你不信我看到你才说过 不要哭 那个 你们都来了 谢谢你啊 赫瀚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刚才我还跟子军有讲过 以后不管有任何事情 需要我帮忙 你随时打电话来 是的呀 我就是跟他这样讲的呀 可是他就说 不让我打扰你的生活了呀 咱们赶紧上去吧 快点 来 我建议我们兵分两路 你陪着阿姨去崔叔叔那儿 这期间有什么问题 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白光跟我走 老卓那儿有个仓库 打扫打扫可以临时住进去 等子群回来之后 你们再商量商量 看看是不是找一个新的地方去住 那个房租我现在拿不出来 我得 老卓是我的朋友 房租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那子群他 你有没有去那个理发店 找过那个叫阿辉的人 找过了 他们说他走了到别地干活去了 那不告诉我去哪儿干活了 孩子他什么时候交给你的 昨天晚上 那就四十八小时之后你去报警 警察会帮你找到阿辉 对呀 就是这样啊 你看多好 就用这个办法 我就说嘛 把赫寒找来是对的嘛 好呀好呀 你看一来分析在横叔左右的 分析的头头都是到的 太好了呀 不是赫寒 关键是我们到了保健家啊 他儿子如果还不让我们见到爸爸的 好了 这事我来管了 你就不要再合计 赫寒 你该接的责任都尽了 你该走了 一会儿我送我妈去翠瓦间那儿 然后我再回来 我再送她去找老卓 好吗 你不用担心 我把白光安顿在老卓那儿 估计也就九点 然后我去看看唐静 到公司也就十点吧 什么都不耽误 平儿过生日那天 你也说什么都不耽误 不也耽误你大事了 谁说的 小题大作 你别听他们的瞎说 白光 那我们走了 再玩那儿堵车了 不用了 谢谢你 阿姨 您坐 谢谢你 谢谢你 君君啊 你知道不知道 我这一路走着 我这心要蹦啊蹦啊蹦 不能都快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我这心里只有默念着赫寒 赫寒 我觉得才会好一些 真的 我第一次见到赫寒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我就觉得 他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啊 妈 你真的想多了 我们自己家里的事自己解决 不是每次出事 人家都会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怎么不会啊 你跟陈女生离婚以后 每次都是她来应生救美的 你忘了啊 你记不记得是不是啊 不是的 怎么不是 是不是前面那撞啊 是 是 是的 就是那儿 走 好 等一下 走啊 能好好说话就不动手 知道吗 有人吗 哎呀 你 你非要好好说话 怎么 他那哪能管你呀 他屋里你看明明是有人的嘛 开门 宝剑 吹宝剑 你开门啊 我知道你们家里有人的 开门啊 我跟你讲 你要是不开门 我就拍 直到把门拍烂了为止 吹宝剑 开门啊 吹宝剑 哎 我找吹宝剑 你为什么不够开门 我爸不在 你骗鬼 我跟你说了我爸不在 我不相信 你好 我是罗子军 这位是我的母亲 如果崔叔叔不在家 麻烦你告诉我他在哪里 我跑找到他 大家见了面 当面解决问题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现在这个态度 只能逼得我妈妈 一次一次 想尽办法找上门来 他来多少回 都见不着我爸 你说你跟他 费这么多话干吗呀 你让我进去 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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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是珍珠啊 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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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他人呢 你不告诉我 我就坐在这里等 反正这是他的家 他总要回来的 宝剑 你走 你再不走我报警了啊 走 不要碰我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妈 你凭什么这样对待你父亲的朋友和爱人啊 我今天就在这儿陪着我妈 到警察来你去报警 我看完警察来了他们怎么说 亏你还是个读书人 你爸一直以你为骄傲 说你在国外工作 学习 如何如何出色 我现在看起来 你不可就是个赚钱的机器 连一点欺骂的人情味都没有 我如果是个赚钱的机器 那他就是个骗钱的机器 我爸如果没有钱和房产 他会对我爸那么好吗 看上你爸就看上你爸的钱了 你是不是他亲儿子呀 你认为天底家 就没人看上你爸爸这个人是吗 我爸就是跟你骗的 我一回来就跟我聊什么西洋红 聊什么真爱 我说什么都不听 还跟我吵架 还要把我赶回美国去 最后也是因为你 我爸那么激动地给我吵架 现在还在那儿躺着呢 你说什么 你爸爸怎么了 你爸在医院 他得什么病了 老一姐 他现在还没醒过来 在那个医院呢 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就当他再也醒不过来 不要再来找他的行物 他也在医院你跟我说 你如果没有搞那种西洋红 他会在医院里躺着人是不行吗 你把你妈带走 把你妈带走 他愤怒我比他更愤怒 他难过我比他更难过 还有 从今天起 他在宾馆的住宿 没有人再会为他买单了 老朱 老朱 我知道 这事你肯定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看在咱们多年朋友的份上 你帮帮我 你说 大人出问题 孩子受罪 谁我发现 怎么现在一碰到罗子军的事 你怎么这么赖劲呢 不辞辛苦 什么叫不辞辛苦 我说错了吗 我是恰巧碰到了 这么巧 人家的确有困难 你说帮我忙 我前两天去杭州 可是碰见英英姐 英英姐还夸你来着 说你热心肠 你现在怎么 她给我打电话了 记着了说了半天 她还说你 带了个新的女朋友 什么女朋友 我跟她说得很清楚 她只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心里清楚得很 我可告诉你 你现在是订婚的人 犯什么事 可注意点分寸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跟你可约法三章 第一 不许带乱七八糟的人 到这儿来 第二 别管闲事 第三 这电堂里的卫生 由你负责 没问题 没问题 反正由你担保呢 出了问题 我找你 放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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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你拿着 拿着 去买点日用品 买点孩子吃着用的 等子群找到之后呢 到时候再商量 住到哪儿去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阿辉 他打工的地址 你也发个信息给我 我偷偷帮你打听打听 喝 谢谢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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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行了 谢谢 谢谢叔叔 你这个样子不吃不喝呢 也是找不到崔叔叔的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 他儿子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就想方设法 找到医院 找到崔叔叔 对你也算是个交代了 第二种 他儿子说的是假的 那就说明 崔叔叔没有脑衣血 就是找了个地方 躲了起来而已 他不想见你 找个借口 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好了好了 你放心上班吧 我不会自杀的呀 走吧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自己做早餐呀 营养早餐 你先坐下 我刚刚做完崔叔叔叔 我刚刚做完崔叔叔叔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我活动一下没问题的 核桃 芝麻 腰果一笔一笔 全齐啊 可以啊 咖啡煮吗 咖啡煮吗 不要 不喝了 拒绝一切刺激性饮食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尝试一下 换一种生活方式 吃健康的食物 过健康的生活 每天自己做饭吃饭 不要为了赶时间吃快餐 一定要慢慢地 慢下来 吃完饭出去散步 也要慢慢地 家里养了这些花花草草 慢慢地看着他们长大 每天睡觉 一定要睡过八个小时 必须睡过八个小时 醒来的时候 要感觉全身都舒展开了 这都是杂志上 调情的卖领 竟然有心 你现在病假可以慢几天 上班以后怎么办 适当地调整就好了 上班以后 我也不会再那么忙喽 那是你想不忙就不忙了吗 我跟老板说了 不做排头兵了 退居二线 去做老师 做培训 你们老板 舍得放掉你这颗摇心心 他不答应我就辞职 他不得不答应 不相信啊 相信 并且佩服 怎么说 急流勇退啊 我认识的人当中 没几个人能做得到 包括我自己也做不到 选择结婚呢 并不只是代表选择 在哪天戴上剑具 决定在哪天穿上婚纱 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 还代表 你决定放弃一种生活方式 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晚上加班吗 不加班回来吃饭 我来做饭 我照着笨蛋事不做 不会太难吃的 晚上你帮我把子军 一起叫上宝 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 商量一下婚礼的事情 他公司离你不远的 没有问题 下班我跟他联系 阿辉 我找儿了 卓老 您帮我找阿辉呢 不是 贺涵说他帮我找 我不想再麻烦您啊 你指他 他忙得天上地上了 他哪有这么大功夫啊 这个阿辉还在那个店里上班 他请了几天假 我估计他是为了怕你找他 你真行 你怎么就给孩子吃这些东西啊 这样 以后小朋友的饭食店里单做 你呢 就跟着员工食堂吃 说好了 我店里有什么事 给我关照着他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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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老 我 我老婆呢 这么难知道 我可提醒你啊 为这事你要给我惹是生非 就给我滚蛋 陈鑫是我们的甲帮 所以他那边有风吹草动 我们都必须敏感的 之前 陈欣那边是和韩说了算 所以他塞进了一个罗子军 我只能控制他 为了这个罗子军 我失去了段小天 我真的跟哑巴吃黄脸一样 现在我听说 陈欣那边和韩处了披露 韩正在唤叫 这个罗子军 用得不好伤得走人到了 我决定用这个罗子军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是什么 和韩的关系货 所以我不管现在陈欣 是贺涵还是李涵潘潘 我喜欢他 我就留下他用着呗 我在给你找好的嘛 赵大大 你也有的事 不用 不用 我看到了那些所谓的高材生 自以为是眼高手低的 我就喜欢现在这个罗子军 虽然血力不高 但是他 知苦好学 有责任性 他离过婚 带着个孩子 年纪也不小了 所以更加整形 写了这个工作机会 只能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你是多少大龙大男过来的人 我相信你的眼光 但是因为一个新人 应勾里翻船 我觉得不值得 你最后他发现了 你是什么 对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听见了也好 知道自己处境 我想问您一件事情 就是贺涵 苏曼叔说贺涵出了点纰漏 我想知道是什么事 您知道吗 你跟贺涵什么关系啊 朋友 朋友的朋友 我也只是听说 他莫名其妙敲了一天的班 导致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PM 带着公司的信息和客户离职了 谁也不知道他那天去干嘛了 我说是他跟女人鬼混去了 不然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嘛 你问这些干嘛 我想知道这件事情 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怎么挽回啊 不然怎么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怎么了 没有 因为他平时帮我很多忙 我当然不希望他这次的惩罚受得很严重 不管外面人对他的做事方式有什么意见 我对他还是很欣赏他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唐静怎么样 恢复得好吗 挺好的 我来找你呢 是想跟你说 白光和孩子都已经安顿好了 曾经 子群跟阿辉也分手了 虽然人还没有找到 但是他给白光打电话说 过几天就会回来 看来没有多大问题 我们耐心再等那几天 你呢 你怎么样 还有你妈和那个崔宝健 崔宝健的儿子说崔宝健脑衣血住院了 不省人事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麻烦你了 自己这么忙 还要操心我们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碰巧最近没那么忙吗 你总说不忙 你上次也说不忙来着 我是说 我们上次在杭州 一起给平儿过生日那次 我听说因为你不在 惹了大麻烦了 听谁说的 哪有什么大麻烦 一个本来就不应该留在公司的人 终于走了 这算是什么大麻烦吗 苏曼叔说的 走的是什么人 带走什么客户了 你想干吗呀 这些事情因我而起啊 要不是我那天给你打电话 让你去照看平儿 你就不可能带着平儿和我妈 到杭州来见我 也不会留在那儿吃饭 耽误你的时间 你要是那天留在公司 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啊 所以呢 你想知道事情的始末 你想帮我忙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必然会有着千举万里的联系 我能坐上今天的位置 这一路走来 必然要排挤欺负其他人 现在反过头来 被别人排挤和欺负 也是规律中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好了 这个事情不要再说了 你也不要再到处去打听 你应该相信 我可以处理好所有的问题 好吧 那我先走了 还有 唐经说 晚上请你去家里吃饭 我下班后过来接你 不要不要了 我自己去 怎么了 我回去看看我妈再过去 走吧 我的妈呀 你在这儿躺了一天没动啊 馄饨也没喝 你以为我干吗呢你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呢 你你慢点喝 慢点喝 慢点 慢点 喝死我了 你噎着啊 我想到 如果在一个城市 想找一个人 总会有办法的 我想到你崔叔叔 有一好朋友的 他肯定知道 你崔叔叔住在哪个医院的呀 你去哪儿找他呢 那个人住在老码头附近 我到哪儿找他去 老码头离这里很远的呀 那不行啊 我躺了一天了 我浪费一天时间了呀 我告诉你 你妈妈是不会放弃的 妈 说实话 我挺佩服你的 走 我送你去 行啊 你 你就陪我走到 那个地铁站就行了 我自己坐地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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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是快 你帮我去开前门 你帮我去开前门 你好 来 好鲜啊 这 高高 这都是你做的吗 当然啊 太阳打新娘出来了 结婚嘛 就应该有结婚的样子 她就是新鲜两天 两天过后她就算了 才不会呢 快坐 来 菜已经快齐了啊 天啊 来 我来吧 我坐 我 我可以 我可以的 我先说 谢谢你们两个 你们俩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 可寒 唐金是我最要好的女朋友 她那么那么爱你 你一定要对她好一点 我会的 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 后半生的归宿 谢谢 开始吧 对了 我跟赫寒说了 我们结婚呢 不要请太多的人 就几个最要好的朋友 好好出去玩两年 你觉得呢 你们俩的婚礼 你们俩说了算吗 我怎么样都可以 那时间呢 年底还有三个月啊 明年春天吧 年底事情太多 什么事情太多 根本就是结婚恐惧症 能拖几个月拖几个月 子军 你觉得呢 年底吧 越快越好 都等了这么久了 就别再推迟了 就听子军的 就免你一把不等了 就免你一把不等了 下个礼拜一 我又要开始上班了 去培训部 不出差 不加班 这样的工作量 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是等于半个休息 对了 你知道我刚拿到的 我们公司新员工的 培训名单里面有谁吗 谁啊 刚从你们公司 跑出来的那个氛围 你也不知道吧 这个氛围 最近可把它给整藏了 但是真的很奇怪 你这天去哪儿了 居然把人家晾在那儿 晾了整一天 谁都找不到你 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妈说她去找崔宝剑了 我担心她 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她 我可想回去看她一遍 那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 说不定她找不到我先回去 我妈这个人打电话 她老不接的 我 我觉得我还是自己 回去看一遍比较好 对不起亲爱的 实在抱歉 我不吃了 你们俩好好吃 你别送我 你别送我 这是你们俩的美食 也就知道了 你看看 怎么我从香港回来之后 总感觉她怪怪的 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 家里有那么多事情 都是事情 大力相及的 对不起 保护 上宝剑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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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错了 我找错了 我找错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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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错了 我对不起 你找谁啊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我那个 我 我找崔宝剑 他在哪个病房 他 他 他 就在这一楼吧 反正就这几层 哪个病房你不知道 你看我年纪大了 我 我就 我就记不住了 你看我这记性 你还是问清楚再来吧 这个病区 如果没有登记的话 是不能随便进来的 不是 我小姑娘 我不能走的 小姑娘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的忙 帮我找找崔宝剑吧 但是 他是我的爱人 他是你爱人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他在哪个病房呢 是他儿子把他送到这儿来的 他儿子觉得我 我跟他爸爸好 是贪图他的钱财 所以不让我们见面 这次把他爸爸都逼得闹一穴 下一个要逼他 就是我了 要逼着我去上吊 小姑娘 我跟你讲 不是说你们年轻人才知道 罗密欧与朱利耶的 真的我们岁数大的人 我们碰上一个真心相爱的人 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 所以我 我就是上天入地 我得找到崔宝剑 是 阿姨 我特别能理解你 可是我们医院有规定 是不能透露病人信息的 那我怎么办 我得找到他呀 盖梅子 盖梅子 他们不是规定医院护士 医生不许说吗 可他没规定病人不许说呀 走 不就得几十个房间吗 我带你找去 谢谢您 我啊 今年七十多了 哦 完全十十 听你一说得吧 我 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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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病啊 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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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蜘蛛啊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哦 你听得见吗 哦 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说话的 你要听得见你眨眨眼睛 你眨眨眼睛 你眨眨眼睛的 你听得见 听得见我说话的 听得见我说话的 大兄弟啊 你看你多有福啊 这女朋友这么漂亮 对你又这么好 好好养着啊 谢谢你啊 大哥 谢谢你啊 抱歉 您是 嗯 嗯 对不起 我我我是她爱人 爱人 哦 对前一段我那个又是没有在家 现在我回来了 我可以照顾她 大夫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阿姨 来 姐夫说 哎 我想跟你说啊 嗯 昨天啊 刚刚从婚姻中缩醒过来 得看这两天的进展 哦 如果好的话 可以恢复一部分语言能力 那 那吃饭呀 走啊 什么这些呢 站起来走路 几乎不可能 以后都得做轮椅 抱歉啊 听我给你讲啊 你啊 不要听医生的 也不要信他们的 他们有时候会胡说八道的 你知道吧 你 你会没事的啊 你会没事的 大夫 真的对不起啊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 今天呢 我就在这儿陪她 行 那我先走了 好嘞 谢谢您 嗯 不客气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好 俊俊啊 找到你崔叔叔了 没事 他现在在医院呢 对对对 你不要管 不要管 你你你你还上班呢 你去你去 你好好休息啊 等我见到你 我再跟你细说 好嘞 我先挂了啊 好嘞 我先挂了啊 好嘞 你来找我干什么 唐宁知道你来找我吗 唐宁知道你来找我吗 你听着 我早就想看了 我被勉大 Waar 我们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万一他明知道了 万一其他任何人问起来 都没有你的责任 全部在乎 事实也如此 我带平儿去杭州 你不知道 我在杭州 给平儿安排了生日会 最后才告诉你 我因此耽误了工作 忍误了费 导致他地址 你更不知道 还有你妈妈 咨询白宫他们的事情 也都是我主动帮他们的 这些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单方面的问题 处理起来总是更简单 而我 专业就是处理问题 喂 到家了吗 快了 有事吗 我给子军打电话 他没接 本来想让你帮我去看看薛阿姨的 问问他的事情怎么样了 没问题 我待会儿就过去看看 好 谢谢啊 看完薛阿姨要是不晚的话 你来找我吧 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 我把酒醒上 你身体还没好 就不要喝酒了 早点休息吧 来 我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变化来的总是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 总之从现在开始 有关我和你的所有事情 都是单方面的责任 也就是说 都是我的责任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